政府下星期三將會公布財政原稅案 市場預料今個財年庫房將會見紅 有會計師認為開源比折留重要 建議檢討稅制 長遠舒緩本港財政壓力 內瘟儀報道 過去一年香港經濟受疫情困擾 各項稅收和賣地收入大減 市場普遍預期政府今個年度會出現龐大赤字 其中特許公認會計師工會ACCA比較悲觀 預料財赤規模超過1500億 相對樂觀的羅兵行永度都估計 財赤突破1000億元 有會計師認為政府基本開支幾乎減無可減 但靠折留幫助有限 必須要想辦法開源 才能夠平衡庫房壓力和推動經濟復甦 開源不是說加稅 加稅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一直加到去哪裡 加到去外國那樣 有些發達國家 你交百分之三十四十的稅 會對香港的經濟 以及吸引人才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一定要想有什麼新的稅種 方法去徵稅 他建議政府聯同專家研究稅制改革 包括檢視開增資本利得稅 即是在出售股、匯、債和賣樓等獲利時要交稅 以及研究商品及服務稅等可行性 折留方面亦可考慮以公私營合作發展 明日大嶼等大型項目 那塊地也不小 亦有很多要做環保、環平研究 其他配套研究 但可否考慮公私營合作呢 即是有些私營企業出錢 但政府分地給它 或者起了樓後 政府會給它一些 政府亦可以不用花這麼多錢 會計師預期 隨著香港和內地全面通關 香港經濟將會逐步復甦 有利外來投資需求 不擔心政府長遠有結構性赤字風險 NOW TV記者梁詠儀報導